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习俗 但是在安徽黄山过年的时候也少不了粽子 灰州枕头粽算得上是当地年货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在咱们灰州过年呀 有一道必吃的美食 那就是粽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粽子 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枕头 所以它又被称为是灰州枕头粽 那么这个粽子又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粽子全国各地都有 但灰州的粽子却在包法形状内容上都与众不同 它的外形就像是一个小枕头 横平竖直的四个角四个面 不管怎么摆放都很稳当 粽子里温润柔软 所以灰州粽子又被称为枕头粽 郑慧是休宁县海洋镇十人前村 专门从事枕头粽制作的商户 年前一个多月 他家平均每天都要包四千多个粽子 供不应求 这一次再给他订两百个 两百个拿合肥 再拿到那个寒州 请记下 年前大概包十几万个粽子有的 销售额应该二三十万 说起灰州枕头粽 制作方法也颇为讲究 选取农家土猪肉腌制入味 配上等圆糯米 一层糯米 一层肥瘦相间的土猪肉 再用一层糯米覆盖 以大小均匀的粽叶包裹捆食 最后用柴火灶煮熟 这样做出的枕头粽外形一致 口感软糯 夹杂浓郁的肉香 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黏味 每家每户过年都要吃粽子 吃到粽子才叫过年 现在 修宁十人全村有近二十户村民 都从事灰州枕头粽的制作 由于质量好 寓意好 在市场上非常畅销 据统计 每年全村灰州枕头粽的总产值 近两百万元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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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